上台受贈 一個一個排隊 賴清德海外後援成立大會 齊海聯盟 四姿大哥還是紐約 台下支持的來自哪裡 賴清德逐一盤點 接著再批藍營兩岸路線 都不是臺灣應該要走的路 靠實力所得到的好平 也是真的好平 大家說是不是 大家說是不是 實力才是和平本錢 賴清德各一間機會 喊話團結不能寄望再也分裂 要有心理準備 畢竟不管柯侯佩還是侯柯佩 對賴清德而言 民調數字都已產生威脅 我們的心理不是結立在 別人分裂的心想 最后在要進行出一組 如果要贏 這樣好不好 給鐵粉打劑預防針 若論支持度這位對手也在上升 在仿仗話 顧選秦 宮廟遇到綠營小雞 要選立委的吳一寧 侯佩儀主動釋出善意 他來跟我說加油 跟他說謝謝 我們我們當然是支持賴清德的立場 是完全沒有變 就罵同框又被做文章 講講場面話 不讓氣氛太尷尬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